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现在人们对车的选择都要求经济实惠 因此电动汽车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大家会发现 虽然在市区里电车的能耗要比汽车小很多 但是在高速上电车消耗反而比发动机更大 原本在市区能开400公里的电车到了高速只能跑300公里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计算汽车能耗的时候一般要考虑三个因素 分别是路面阻力、发动机能力和空气阻力 路面阻力上市区和高速的公路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条件可以忽略不计 而空气阻力与汽车的速度成正比 跑得越快阻力越大 在这方面油车和电车的摩擦力基本一致 不存在谁优谁劣的情况 排除两条之后发动机性能就是唯一的答案了 电动机的最大特点是 想要获得更高的转速和扭矩需要更高的电流 所以在市区的时候车速较慢 电力消耗也比较少 而且与机油不同 电车在短暂停车的时候不需要电力输出 而发动机则会进入怠速状态继续耗油 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区中电车会比油车消耗少的原因 但是在高速上 电动机持续工作 消耗的电能在低速状态下要高 而且长时间的运行还会导致电机发热 就像一台发热的电脑损耗更多的电能 而反观汽油发动机 对它来说高温就意味着发动机热效率的提高 在低速状态下发动机的喷嘴需要喷出更多的油才能点火 这时的发动机热效率是比较低的 油耗也会因此增大 在高速运动中 发动机压缩空气的速度很快 温度也高 因此只有很小的油量可以完成点火 油耗因此减少 这就是为什么高速上燃油发动机比电机省钱的原因 在低速状态下发动机压缩空气 转发动机压缩空气